他一旦站在任意球前,往往会有着极高的进球率 这是罗纳尔多职业生涯当中最经典的比赛之一 同样这类进球也是罗纳尔多职业生涯的经典进球之一 在面对巴伦西亚队的这场比赛当中,罗纳尔多上演了帽子戏法 进球各个精彩 这类进球是本场比赛他个人打进的第二类进球 然后再回到罗纳尔多状态最出色的97到98赛季 罗纳尔多的这次汤球缓过门叫,极具想象力令人出其不意 这场比赛罗纳尔多助攻一次打进一球,堪称当场最佳 01-02赛季一甲联赛第14轮 国际米兰客场面对布雷西亚队 罗纳尔多接到维尔里的妙传,单刀突入,射门得分 那时的维罗组合堪称梦幻 03-04赛季皇家马德里可以在博纳乌以7比2大胜巴拉多利得队 在这场比赛当中,罗纳尔多急停过人,左脚打门,为比赛锦上添花 不要以为拥有出色的脚下技术就没有了得的头胀功夫 效率于巴萨时,罗纳尔多就曾经用这样的远程投球攻门,攻破过索尔纳队的城门 克鲁赛罗时期,罗纳尔多就露出了杀手本色 当对方门将因为失球过多激进崩溃的时候 机敏的罗纳尔多抢得皮球将球打进 尽管这个进球的精彩程度有限,但是门将的愚蠢表现反衬出的正是罗纳尔多的灵敏嗅觉 在球场上,罗纳尔多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冷静 在缓过门将之后,他依然能做到前庭新步,将球打进 再来看一期罗纳尔多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任意球直接破门 这个进球是01-02赛季一家联赛第33轮罗纳尔多在代表国际米兰队面对皮亚勤查队的比赛中打进的 罗纳尔多是一位不设不扣的得比杀手 06-07赛季转回AC米兰之后,罗纳尔多又用这样的方式将球送进老东家的球门 这使他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在米兰德比当中分别代表两队都有过进球的球星 02-03赛季是罗纳尔多在西甲联赛中最辉煌的一个赛季 回到了熟悉的西甲联赛当中,罗纳尔多在对方半场如入无人之境 在电光火石之间就已经将球打进 在皇家马德里对效力的后期,罗纳尔多的射门变得更加干脆直接 在面对阿拉维斯的比赛当中,他打进了一记强力远射 在面对阿拉维斯的比赛当中,他打进了一记强力远射 阿拉维斯的比赛